所以这才出现很多好莱坞大片跑这来转成3D来蒙咋 所以这转3D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差劲那种方式 但它有一个很华丽的外号 美其名叫中国特工 就我这片子为了中国观众我转成3D的 特别供给给中国的叫中国特工 现在中国特工这四字在电影圈里臭了大街 我认为是一种非常无耻的圈前方式 你看中国特工除了刚才我说转成3D这种外在的方式以外 还有一些片子在拍摄过程当中 想方设法用中国特工的模式来骗中国观众钱 作为中国特工版别影重重舞上映后 令发行方和制片方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观众不再像带带的羔羊 而是群起反抗 在网络上发起抵制活动 措施片方将原本少得可怜的2D版本排片量大幅提升 中国特工如今已经变成了圈前的标语 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那么还有哪些奇葩的中国特工呢 第一种呢所谓中国特工是什么呢 里边呢植入大量的中国广告 就是国内的产品广告植到里头 明明这都是国外的片子 里边有那么多中国广告 你像变成金刚4里边就有大量的中国广告 其实这个中国广告呢 不光是挣了中国人的钱 中国厂家的钱 还讨好了中国人 咱们有一部分中国人呢 什么事只要有中国掺和 好好好 什么事只要说中国 在外边比方说规则问题各方面 就觉得全世界都对中国人不好 就产生这种对抗心理 而且把它夸大 偏偏有一些外国的制片者 了不你呢 你看我们这里中国强大了 在我们这有地位了 你看这么多中国广告 这么多中国人怎么的 有不少人就上这档 愿意叫这好愿意买这单 要说广告投入 说任何电影里植入广告都正常 没什么了不起的 比这个和恶劣的中国特工是什么呢 在中国演员身上做文章 就说我呢 里边用几个中国演员 中国的明星 你们大家都认识的 范冰冰和李冰冰 有标志性的 好 我用他们演 但是用他们演呢 我只在中国市场 放映的时候有他们 我在欧美市场上 把他们戏份都拿掉 或者说压根就剩的非常少了 这个就有点拿中国人不当回事 糊弄的味道了 你看有个电影叫 孩子战警之逆转未来 里边呢 之前宣传就说 有范冰冰 中国人心目中的女神偶像 她在里边主要角色 结果到放出人里先看看 范冰冰在里边就一句台词 说白了拿这个来忽悠中国观众 你等在好莱坞那边 在美国海外放映的时候 范冰冰没了 在里头